现在应该开始了 大家好今天是3月29号啊 那个看到跳水和过来他立刻就行了 好的嗯以后多问这种啊 啊今天就是先谈谈论几个大的问题吧 就是说啊就比特币首先比特币文荣报啦 很简单因为就是说最近一系列的事情啊 就快的数写好还是说另外的bank也好 他们因为这个就是一个hedge fund爆仓了嘛 他们不是受千年了嘛 然后银行的股价就是拉低了嘛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到Dell Jones 他是跌的其实是最欢快的那一个 这就是银行爆了个雷嘛 整个银行板块就是可能大家对他信任 就是有点就会想想会不会像 2008年那种金融危机上的雷曼Brother 雷曼Brothers他们那个 雷曼Brothers他们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倒台 然后呢再来一个什么连锁效应 这就是大家害怕的东西 所以呢他们就是你这样的逻辑成立了以后呢 他就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说他要去更多资金 可能要去所谓的decentralized的一个 source decentralized一个资产去那个啊去币显啊 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比特币呢 就是说因为这次也算是因为这次事件吧 蹭到了光然后呢进行一个大的飙升 然后呢其实另外的话呢哪怕没有这次事件的话 按照历史来说啊好像啊就是说听别人 就听那个他们什么分析师分析啊 呃比特币那种呃什么大老分析师 就是这种kiko啊他们就是就是一直在追踪这个 所以他对这个trend还是有一定的呃 那个一定的那个发育发言权的吧 然后他就说呢就是说这他还有一个 啊啊对这个bitcoin happening 嘛这这就是我们都 周日的时候已经说了就是周日的时候 我们是说可以涨的就是大概的呢 应该是还可以涨的 然后呢这个havening的话也是真啊 就也是啊参与到了这个事情里面 然后呃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四月份的时候 好像一般来说都是会呃就是被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and over interest 就是fx street的他就说呃就是四月份的时候呢 一个一般来说呢会就三月份的时候 回回暖就是回调一下 然后四月份的时候就会再冲一波 然后呢所以这这三大原因的话 让比特币一一夜之间啊相当于是一夜之间 涨了8.59%嘛对credisus也是那个呃 今天就跌了进15%嘛 反正这个银行股耶银行股 反正哎我反正我就不太喜欢银行股吧 就感觉就是这个行业 就是其实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就作为投资的话 啊然后这个这个视频蛮好看 大家我记得我建议大家去那个看一下 这个视频怎么说 哪天如果你们觉得哎 市场实在太无聊 长得太宽快了 你想让我解读一下这个视频 或者再再添加一下我的看法的话 你呃就是等评论里面出了以后 或者说市场涨到好以后 我再我们再浪费时间去做这种事情啊 不然的话我们就这种搭机看一下就好了啊 然后呢呃对就回到再再回到一个就是 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就是比特币的一个东西吧啊啊 比特币的话呢 我们之前也是说3月22号的时候呢 可能会这样走吧 就是说走到下面对吧 走到下面以后就之前是走 差不多已经开始下跌了 做一个回调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在回调这种地方 5万5万的时候呢可能站稳的 然后再来一个大大方向的反弹 但是大方向反弹这个其实画的是很很那个很那个的啊 就是说很很随意的啊 但是呢就随意画出来一个随意也是差不多 但是你要就是说不是说我意思会他到一下子到6万5万上 但是呢就是说我就觉得他在这种地方 反弹以后就会在这个地方反弹 然后在这个地方反弹以后他就大方向是往上 往上以后呢 我们再再跟踪一下啊 跟跟踪一下的话 他就是现在比特币是会 就是我个人觉得在之前那个 你就可以看就是我教大家怎么样自己看吧 对吧这样的话以后你就是 大家视频看我看我看的多也是 就是说自己也会就是学到这门技能吗 然后呢就是他他的话呢 可能就是在这这边5万9啊 这种地方会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之前就是在这边磨了很久很久 然后呢很多人在这边套牢了 然后这种时候呢 如果你不相信比特币 然后你是跟风进来的 那我觉得接下来会是一个很好的解脱机会 你可以随时可以走掉了 啊就是减减少损失啊什么 你觉得该走的时候就走掉好了 然后呢 不然的话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 我还是继续拿着吧 就因为我我之前也说过 我就差不多1万多 1万1万6吧 现在啊1万6投投在这个 啊投在这个比特币概念里面 然后呢 啊就看他到底会怎么样吧 会不会被帮我变成16万 当然有可能也不可能吧 但是总的来说就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呃然后呢 就是现在的话就是 就是压力位在这种地方 5万8 5万9 5万9这个地方 然后呢 再反弹的话 你自己也可以看之前我们画的一些位置吧 然后呢啊比特币讲完了 下一个就期货 期货为什么周日跳选呢 周日跳选的话 他其实就是 也是因为那个 就是 大家如果看陪众圈也好 群里面 那个发酵也好 就是很多人已经在发酵这个新闻 CNBC 说的 credits use exit position with the us hedge fund warns of significant risk 对不对 然后这个大家应该在朋友圈里面 就是我们的朋友圈也好 你的你的你自己的微信朋友圈也好 都已经 就知道差不多了 然后呢 就是 也也有很多人在网上发酵吧 啊 就是就比如说 啊 这个就是会不会后续爆仓的损失要 对就是会不会啊 这次一百二一千二百亿的麻烦大了 然后呢 再是会不会继续后后续 搞个金融危机出来什么的 啊 很快见到雷曼 雷曼重演啊什么的这这种都是 啊 fear mongering啊 然后呢 就是 然后再说 numura says it may have significant 就是一个 这个 那个什么 日本的那个东西 啊 have significant loss from us operations 反正就是这种东西嘛 而这种新闻 这种新闻一出来的话呢 肯定就是大 大盘就觉得哎 有系统性危机了啊 啊 系统性危机出来了 系统性危机一出来怎么办呢 哎 周日跳水 周日跳水以后呢 我就当时是这么学的啊 就是说 啊 就是盘中观察嘛 盘中观察是 当然也不算盘中的嘛 我是觉得啊 就是 这是我们之前 就是就就就我们 做的一个分析吧 就是两个都是 lien bearers 然后呢 现在就看接下来怎么走 然后呢这些是点位 然后啊 就是我个 我个人我们也在 群标车群里面讨论吧 就是说如果是 呃 就是现在这个期货 跌了这么多啊 就跌了0.5%啊什么的 你看那个就是你看 呃当时他是这个亚洲市场都是走的很好的 都标上去 亚洲市场标的很很好的话 我就当时是觉得就是说 呃在哪来着 当时我 哎在哪写的 我就说如果啊 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看啊 现在就是看那个怎么说呢啊 大盘的一个 就是我我不知道写在哪 那那是他他那个 乌鸦嘴他已经说是乌鸦嘴 就是呃大盘他 就是当时纳斯达克是跌了0.5%左右的地方 然后呢那个spy也是跌了差不多0.3吧 然后我当时说就是说 如果就是如果亚洲市场冲不 因为现在就是有个很大的背离 当时亚洲市场长得很疯狂 但是呢 美国市场的话就是 跌了很多嘛 所以我就觉得哎 那个肯定是会有一个东西 会追踪的一个的 因为情绪都是全国全球的情绪 大部分都是连通的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又说欧洲情绪要是开盘 如果不好的话 那他还是会把这个 这个美国啊美股可以 那个带下去的 所以呢今天话美股开盘 就是所以欧洲的 就是所以后来啊 就是说啊 这是一个啊 就是一个故事线 那就是欧洲的盘开始怎么样 对吧 我们先一个一个故事线理清楚 欧洲的盘亚洲盘会怎么样 当时欧洲盘 欧洲盘还没开 亚洲盘还掉下去的时候呢 美股也是撑不住 也往下掉了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就是说啊 后来就是船 船那个 船浮起来了嘛 船的话呢 是这样 就是说 呃 就是你可以用一个 一个网站叫做 什么来讲 叫做 is the boat still stuck 等会稍微 对这个 is the ship still stuck 就是他就说 哎 sort of 他现在的话就是 一个小挖掘机 不是中国蓝牆的 啊一个小挖掘机 已经在那边挖挖挖 已经把他这个 已经挖出一个坑来了 然后随着这个 涨潮啊 4月份快到了 就是有一个涨潮了 随着这个 呃 潮涨的话 他就会 那个就是更 就是不 就拖 就是真的被水面给浮起来 而不是说 压在地上 你要知道 这个船压在地上的话 这个船底啊 是因为像是那个尖尖头的嘛 就是说 所以很容易破的 就是如果 因为他上面的东西又特别重 那沉压特别重 那船底又是这样 那个的话 就是你可以自然而然的想象得到 如果船在行驶的时候 在浮在水面上压 沉压很 就这么多货物是OK的 但是如果在地上 还有这么多货物压着 压在他那个啊 就是 就是相当于脊椎吧 那这个船就很 就是快会 破掉的 破掉以后怎么办 那就是真的是 你这个水涨到 你把这个欧洲大炉淹起来 你都不会走掉了 这个船就走不起来了啊 因为因为这个就是 真的是就变成沉船了 感觉 所以呢 这个就很 但很多人干 就很担心 所以必须得先把这个搞成float 所以这个事情一一一出来以后呢 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是他们成功把这个 呃 这个船又浮起来以后呢 哎 就是性 就是情绪又好一波了吗 就是说 我就觉得哎 这个可能就是会 呃 可能会那个 lift up the market 然后呢 然后这个市场也是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呢 又是跟着那个美国的 欧洲的那个故事线啊 这个股市一跌 然后呢也被拽下来了 这次的话呢拽下以后呢 这次的拽下之前拽下来 之前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 之前在平 呃一开始就是周日的时候啊 一大早就一大晚的时候 一大晚的时候 他那个拽下来是因为 那斯达克吗 这次拽下来就是因为那个 dell jones吗 因为这个这次也是因为 那个欧洲银行什么开始反应了 然后呢 就就就就没然后了 现在就又后来就反弹了 反弹以后呢 这个美国市场也跟着就反弹了 嘛 所以现在的话呢就是 处于一个就是 现在还在取决方向位置 然后我个人当时是觉得 就是说我们在也在群里讨论 就是说我觉得是会白呃 被被拉起来被买起来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在 都在恐慌一个系统新危机的时候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系统新危机 还能不能再来啊 然后呢还要就是说 呃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一个小小的 韩国的一个 呃broker会不会就是虽然他基金很大 吧 但是他会不会引爆一个 就是雷曼 brother一样的那种 就是呃因为现在的金融体系也是更加 更加那个成熟了 然后我呃 然后又有就是 呃再不急呃 在那个QE再搞一波 那那就是 系统新危机应该不会在这种 就是现在要跟 中国硬抗硬抗硬硬硬硬硬硬硬 然后呢 又在那个就是又有经济复苏的一个大潮流的时候 再来一个什么再来一个金融危机 你觉得这个可能吗 就是说这这这不就是在就相当于就是 就是你要跟中国打仗之前 就是打倒打那个商议战啊 就不是说真的打仗 就你要在跟我中国那个对对抗的时候 你觉得就是你没有个 你有个病啊 你也得把他就是装作没有病 所以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股市呢 不需要太担心吧 但是呢留个20%到30%的现金总归是好的吧 啊这个也不是一个坏的选择吧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周日开始跳水 然后又开始过山车了 两个故事线影响着 然后呢这个船的话呢 也不要觉得他flow起来以后就好了啊 就是flow起来以后只是解决了一个大危机 现在还有一个危机就是说 就是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开始在开行驶 在行驶就是个问题 然后呢行驶是个问题以后呢 他行驶到了以后呢 他背后还排了好多好多小船 那这个好多好多小船 他到底接下来这个真的是一个logistic nightmare 我之前也说过 就是说在周日的时候也说过 就是说他这个可能会靠这个消息拉一波 但是这个消息可能还会让这个就好了以后 就可能就是这个股市又会掉下去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啊 问题解决的就是问题什么什么 就是说他这个他这个东西啊 货物都很多已经是烂就是怎么说过期了也好 还是怎么样 然后还有就是很多都迟到了嘛 迟到了以后呢就是说他这个虽然他是可以通过了 通过去那个港口啊什么去卸货了 但是呢他卸货的时候就有这么多船在就是 over capacity 吧 就是原本一个一个port可以 呃每天卸个两艘船 你现在给我十八艘69艘船 你一起一起给我开过来 那你让我卸谁的呢 我卸你吗 那就是就是有点有点那个就是又接下来会有个logistic问题 然后呢看这个就是这个问题不会就立刻解决的 所以然后对然后呢就是说今天大盘分析的话 就刚刚也说过了啊 今天这个情绪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预测会怎么样 然后还要个股分析的话 啊个股分析也没有什么 当然再说个股分析 我们先看再看新闻吧 新闻的话呢就是呃 对这个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啊然后all per peris losses with market in opec meetings 啊suit strip 这个也是 然后对这 这个消息大家都应该读的差不多 他就腾讯 music announces啊 one billion dollar啊 share buyback program啊 这个 it's biggest ever 就所以可能会反弹什么的 啊但是这个就是我真的 哎我怎么说呢 我我不会想去就是玩腾讯音乐吧 就是说这种中概股的话 不是因为我 就是就是就是我就感觉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 所以大家自己想吧 大家自己决定 就是说虽然我是也觉得可能会有反弹什么 但是就是我不想就是冒着这个风险去 补一个小反弹吧 然后因为这个整整个的中概股的系统性危机啊 还没有解除吗 就是说被d list啊有什么的 然后呃 对就是asius markets hold firm against stress test of block trades 那block trades讲的是什么 就是说那个韩国人他那个搞砸了吗 啊自己fuck themselves over 然后你再是 但是这个asia market就是还是很resilient 就是还是撑着啊 就说哎你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 你你自己在美国去去搞砸你就搞砸好 我们这我们这边股筛涨得还很欢的 然后啊我对这个就是concerts tempered suites relief 这个就是之前啊 之前我们说过两个故事线嘛啊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啊 uk mortgages approval啊这这这 刚刚说的是三个故事线 其实有三个就之前就一个就是欧对 就是这个就是影响到欧洲的那个故事线了 然后呢再是这个suit 这个suit的话 这就是第第2个是就是第2个故事线 然后就uk mortgage approvals fell as expirer of taxpayer approach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对这个就是一直在 很多新闻都在讨论这个block trade 所以我个人觉得今天就是今天 开盘我会看什么还是看前15分钟 前15分钟到半小时吧 就就再说一下就是再把就是不要给自己 太大的压力嘛 就是前15分钟的半小时 我看的到底是他是怎么样的 就是说他的情绪是怎么样 如果是引诱大家去买bounce的时候 就这个情绪的话 我个人觉得可能要小心一点 但是如果是情绪就是说大家在疯狂的就是sell off的话呢 那就可能会就是啊怎么说呢 那就是可能接下来就今天就真的ok了 今天就可能就安全了一点感觉吧 然后 呃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消息另外的没有什么消息 比特币有没有感觉还有一个cathy with sparse的那个ark space exploration etf begin trading on tuesday 这是其实我们之前就说过的嘛 啊就是小刀消息也好 还是怎么也好就是说 是说这个星期应该会有是有有那个的 然后之前也是说是三月份吗 三月份的三月底的时候 然后呢反正这个你也不能 就是现以前的话按照以前的情况的话 他确实会拉高一波space也好 sftw也好嘛 但是就是说但是啊 就是说现在这个情况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他能拉高多少 他能有多少的带货能力啊 啊但是长期我们玩的一些space 还是很好的嘛 对吧就是所以我也不太担心 啊然后啊对另外 另外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多东西 我们这回答问题吧 今天就很很简洁的一个视频 然后我把这个视频呢会做成浓缩版的话 然后呢就是啊对 intro 现在是16分 关键